是 今日所见 不得告诉任何人 寡人只是身体不适 调理调理就好了 是 这是陛下所服用的金丹 王后娘娘可否知道 此丹到底有何成分 有何效用 本宫知道此丹药 这是张贵妃的父亲 张尚书请一位无姓道长 特意为陛下定制的丹药 陛下用完以后 精神健康都好了许多 也请霍太医看过了 确实是养身健体的补药 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只是 北杰今天看到陛下 他的身体似乎大不如前了 或许调养调养就好了吧 你莫为此事分心 如今 陛下在为你以重任 可是对你寄予了厚望 你万万要当心 不可辜负陛下的信任 此次进军大梁 你有几成把握 臣 必接尽全力 为陛下分忧 你还没几成要思考 你一个人 有其他的 我才是高兴 尽力 我把凡我看得到 的事 也很专业 王府 我可也不过是群没用的松包 贵将军 何侠谢公主 谢公就命之恩 王爷快快请起 耀天只是做了 耀天应该做的事情 还没来得及谢过王爷 送给耀天的这份大礼呢 你在燕帝配合我 伴承良军 奇迹静伤 这足以让司马洪 对大梁恨之入骨 让我白兰得以借此机会 休养生息 这一招叫做借刀杀人 王爷真是用得妙啊 对了 那位计谋过人的白姑娘 她现在人在哪里 本宫想见见她 公主 她只不过是我之前的侍女 已经离去了 那可真是可惜了 本宫还想着说 今日见上她一面 不过 公主 本宫只是在想 你们一离开 就遭遇了袭击 会不会是她向燕王告的密 不会的 聘灵姐姐绝对不会向燕王告密的 好 如果她要告密的话 我和少爷早就没命了 她走的时候 还在房陵上放了一把宝剑 董珠 宝剑 什么宝剑 会不会有什么雪妙之处 只不过是我们儿时玩的游戏罢了 游戏罢了 在院子里啊 记得搭一个棚子 再给孩子们填些玩具 那 平平快下来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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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滑的金属因为角度的不同 可以把光线折射到我们想要的地方 如果它放的角度再斜一点 这束光会反射到不远处的官府衙门 自然会引起官府的注意 但它没这么做 就算了 就算了 别让姐姐走好不好 少爷 而且他走的时候 我们一直跟在他后面 他去的方向并不是建康城 所以啊 他也不可能去向楚北捷通风报禁哪 那如果 他真的去了建康城方向 王爷你会怎么办 他的生死 与我无关 当断则断 毫不犹豫 果然是真英雄 如如我白兰 能够有像王爷这样智勇双全的人才 那该有多好啊 公主 为白兰效力 是我和侠的荣幸 好 既然王爷有此意 那这是再好也不过了 何侠听命 何侠在 从今日起 你就是我白兰的票棋大将军 协助丞相贵长青 统领三军 谢公主 好 好 好